哇 Royal 回去 回去是不可能回去的 好不容易出来 就算天气再不好 我也还是要跑 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 Zither Harp 就是刚才导航啊 就在骑车的时候导航导航 导着导着 没有网络了 没有网络了 是因为手机欠费了 那我现在只能用另外一个手机 开着乐点 给它缴费 不开乐点充不了 然后呢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说出门在外呀 尤其是魔女呀 这个手机一定要确保它 不能停机 不能签费 现在它真的是想什么时候给你停 就什么时候给你停 太不能性化了 短信都没一条 直接给你停掉了 停掉了之后呢 你导航导不了 定位定不了 联系联系不了 真的会孤立无援 有两个手机 两张卡还方便一点 可以开着乐点 或者说可以切换一下卡 在这里呢 可以封劝一下 就是建议哈 在有网络的情况下 有无线网的情况下 提前下好离线地图 下载好离线地图 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 也可以导航 这不单单是说 就是说手机签费的情况下 没有数据 没有流量的情况下 可以用 还一方面就是说 有的地方信号不是很好 或者说没有信号的地方 下了离线地图也可以用 对帮助还是很大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 可以节约流量 一举三得 今天吃一欠长一智 今天终于踏入内蒙 前面就是包头了 今天穿越了厄尔多斯 沿着国道210满房线 一路向北 这边的风景 太漂亮了 大不一样 这边也凉快 舒服 雨夜亭 微风起起 风景 雨夜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是在 鄂尔多斯 达拉特齐 这里距离包头还有六七十公里 但是市区我就不去了 这一块都有口罩 往哪走呢 往这里去 哈密 18个小时1600公里 即将开启智能之旅 和我一起出发 终于把这个摩托骑上了 不容易啊 我现在是在内蒙古 鄂尔多斯 达拉特齐 那边是北边 那边是蓝 这条是国道210 那里是 黄河收费站 这里都没看到黄河啊 黄河应该在前面 前面往北走就是包头 包头市 今天又离开了鄂尔多斯 这个地方天空不是一般的蓝的 湛蓝湛蓝的 要做 落地核酸才能放行 这边天气不好 听说新疆天气也不好 那边往北 就是去包头 去包头再 往西边走 就去了 新疆 听说新疆天气不好 南半喽 那边就是属于包头了 蒙古这边地市非常的平坦 万里平穿的 蒙古这边地市非常的平坦 万里平穿的 第一次来这里 蛮惬意的 国道210 经济多好 下面是箱子葵啊 这边种好多箱子葵 大片大片的 箱子葵 大片的 我现在也很头疼啊 一路向北 来到了 包头 可是这边天气不好 我是继续走呢 还是停下来呢 听说 听说去新疆哈密 落地要七天隔离 这个口罩害死人呐 本来我想愉快的耍几天 完成我的还国境线之旅 不管了 不管前方是刀山还是火海 去了 去了 我要冒着 被隔离的风险 前往西江 前往新疆 吃羊肉串 如果哪天我停根了 大家就不用问我在哪里了 我在集中隔离 好 拜拜 下面是黄河啊 黄河的那边 那边是 饿多斯市的 拉拉特 这个是国道210 前面是黄河收费站 黄河这边 这边是北 前面是 包图市的有园区 前面就到了包图了 下到黄河 这黄河的水 温柱不堪 记忆的总是 黄河的泪积在我心中 无法抹去 为了你的承诺 我在最绝望的时候 我忍着不哭泣